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诗的作者是唐银 叫是唐伯虎 点秋香的那位 江南四大才子 全诗十六句 大概意思就是说一切都是老天爷安排的 人不用费尽心机 折腾来折腾去 与其整天算东算西 不如回家睡觉 现在很多独生子女啊 家里但凡有一套房 父母又老饱 怎么也能吃上口饭 不至于饿死 古代不行 那年月按人头收税 你躺平了皇上睡怎么办 兵役 姚役都得要人 所以 半餐有点力气都得找事干 不能闲着 故事开始了 清朝光绪年间 有这么一位湖南永州人 姓王 叫王贾 混得不太好 四十来岁还没娶媳妇 大龄生男 王贾就寻思着 家乡这地不忘我 都说树挪死人挪活 我得出去闯荡闯荡 去哪儿呢 算命的说我命中缺金 按照五行的说法 东方属木 西边属金 我就去西边 你看他混得不怎么样吧 他研究这个 行 去吧 一路向西来到广西省惯阳县 广西广东都属于岭南呢 现在咱们看那些个古装的电视剧 不是动不动就说谁谁流放岭南吗 就是这儿啊 所以你看这个没文化啊 可怕 他想出去打工 结果把自个儿流放 王贾 你说颜值啊 没手艺 要才华又没个人脉 他就寻思不干点什么呢 在老家认识几个狐朋狗友 好歹能混口饭吃 到这儿人生地不熟 三天饿九顿 怎么办 也是命不该绝 路过县衙的时候听见锣鼓声响 光光光光光光 老百姓们就都围过来了 还热闹吧 怎么呢 这是县衙张帖告示 离县城一百多里地 地名叫野狼岭 你听这名就知道 净除狼 那有人说官府召集大伙是要打猎吗 不是 野狼岭地处偏僻 但是有大片的卧土 好重庄稼 县令就琢磨着 狼糟见了可惜了 就让大伙都上野狼岭啊 开荒种田 怕大伙不去 说有好处 开除来的地就归你 官府还免税三年 清朝的税在历史上算低的 英国人统计过 光绪年间一个劳力一年的税钱差不多0.2英镑 换成白银不到两钱 搁到现在一百来个卷 一百亿差不多这意思 家里有三个劳动力 三年就是上千块钱 所以男女老少都愿意去 像王甲这个要神没什么呢 更想有一亩三分地儿 你别说有狼了 人少了 狼是祸害 人多了就怕狼不够吃 大伙脱家带口 野狼岭安家 也巧 自从去了野狼岭 王甲就发达了 三年后 王甲的狐鹏狗友接成六弯 抬头一看 哟 街对面开个酒楼 野狼大酒楼 可是几个一寻思 新店开张不吃白不吃 来顿霸王餐 给老板上一课 让他知道知道社会的险恶 隔几个 大摇大摆就进来了 什么贵点什么吧 82年的拉费呀 轩辕时期的鱼子酱啦 大鱼喝剩下燕窝 晚上花钱呗 就跟吃了一辈子咸菜 没见过肉似的 吃完了拍拍肚子 一磨嘴 告诉店小二 要钱没有 店小二哪能怪着他们呢 把老板叫来了 这几日一看老板 哟 这不是王甲吗 他开酒楼了呀 王甲说我确实发了笔小财 这不寻思干点什么吗 哥几个来劲 王甲咱们什么叫强 穿一条裤衩 一个饭碗里边扒了个石 你发财不告诉我们呢 人家说的也对 王甲当年没少跟这几位蹭吃蹭吃 现在有钱了就翻脸不认人 对吧 不像话呀 他回永州开店就是想一锦还乡 不是有那么句话说的好吗 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发财了得在熟人面前显卑显卑啊 你要不然的话那跟没发财没区别 王甲不能落下坏名声 说各位啊 我这店叫野狼大酒楼 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吗 哥几个说不知道啊 为什么叫野狼大酒楼啊 王甲说广西贯阳县有个地名叫野狼岭 你们不问我怎么发的财吗 就是在那发的财 这个王甲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去了一趟野狼岭 吃了上顿没下顿 一下变大老板 谁看都眼馋 大伙一琢磨他都能发财 咱们得去呀 哗啦哗啦不少人都去野狼岭 这里边就有王甲的侄子 王小五 王小五三十出头 二十郎当岁 他爸爸是王甲的堂兄 不是个省油的灯 瘦走牛皮咽过八毛 攒了不少家底 王甲穷得叮当滥响的时候 找他借过钱 你想这个走道不捡东西 就算丢得住 能从他嘴里掏出石来吗 所以两家虽然是亲戚 但没什么来往 可能是抠大发劲了 老天爷看不下去 王小五爹妈脚前脚后死了 就剩王小五一根独苗 爹妈在世 他就吃喝嫖赌 爹妈走了 他更放飞了 家底败光之后欠一屁股债 王小五坐石山空 郑梅哲呢 一听说王甲发迹 哎呦那不是我叔吗 你看这会儿想起亲戚来了 什么叫亲戚 姑舅亲 辈辈亲 砸灌了骨头连着筋 哪怕是堂的呢 王小五脸也厚 跟没事似的 哎 看王甲来了 就好像叔侄感情多好 王甲这个烦呢 知道他是个无赖 果然王小五一张嘴就是借钱 还要不少 一百两 王甲说你不撒泼尿罩着 你值一百两吗 想当年我穷困潦倒 去你们家借钱的时候 你爹还没怎么着呢 你先跳着脚啊 现如今你还找我来 不把你赶出去就不错 是不是 王小五也算计的他不借 但不能白来呀 俗话说贼不走空 拿眼睛一瞟 桌上有个烟斗 黄净净灿灿灿 应该是金的 心说你要不借我钱 这烟斗就归我了 王甲往外一推他 王小五顺势趴桌子上 接屁股说啊 你要还生气 打我一顿吧 趁这机会 烟斗 揣怀里呢 王甲一听 怎么着 打你 打你就打你 当初你狗眼看人低 抄棍就打 打了几下 王小五说不行 回来跑 可真下狠手啊 心说好歹 烙烟斗 回家一看 还同的 这个气 骗子呀 你说那么有钱 不用金的银的 拿个同的糊弄我 你看他不说 他偷人东西 还埋怨人家 这样人就算给钱 回头也能咬你一口 费半天劲 又挨打又挨骂 没落了钱 王小五心说 当初他跟我一样 啊 叮当 滥响 穷的 怎么发迹呢 听人说 去野狼岭 莫非说 有宝贝捡着吗 不少人都上那淘金 干脆 我也碰碰运气 想这么着 王小五 也去了野狼岭 到这一瞧 还有 啥眼 荒郊野外 要什么没什么呀 不像有宝贝呀 想问吧 说怎么发财 就算人家有着发财 道也不会告诉我呀 想来想去 眼看着这个盘城 也见底了 回去的路费都没有 王小五就琢磨着 哪儿骗点钱 好歹得坐车回家呀 这天来的一个路边摊 小饭馆 坐这儿研究菜单 研究俩小时 殿小二说 我们这菜单啊 就一道菜 你点不点 就这个时候 听隔旁边 有一桌人吃饭 吃吃喝喝 边吃边聊 有一个人就说 哎呀 这个王甲死得太惨 王小五以为自个儿 迷糊了 哺乱哺乱脑子 再一听 王甲 没错 转身呢 就挪过来 几位 你们刚才说的 王甲是永州的王甲吗 说话这人叫张友德 没错 你是谁呀 哎呦 我没听错吧 我叔叔怎么死的 什么时候的事情 呦 哦 那是你叔啊 王甲病死三个多月 你要是早点来 兴许还能吃上席 王小五就懵了 我前几天刚见着王甲 酒楼大老板啊 附着流油啊 怎么到他这一说 坟头草一尺高了 啊 这种会会是最擅长边下会 就说吧 自己是王甲的侄子 来野狼岭投奔叔叔 寻亲不着 想不到叔叔死了 哎呀 说着一边哭 一边喝酒吃人家菜 张友德一桥 这是哪儿的呀 话没说明白 开始这就吃上了 辫子吧 你等会儿吧 你把筷子撂下 啊 你说你是王甲的侄子 你有什么平均 王小五穷的叮当来想 哎 万幸身上有那天 偷来的童烟斗 这你们认识吗 张友德一桥 哎 这个认识 王甲生前天天拿他抽烟 这几人接过来一看 哎 没错是王甲的 在这儿呢 那吃吧 王小五风卷残云 吃饱喝足了 哎呀 说自己前些天回趟永州 不知道跟叔叔阴阳两隔 劳烦几位 带我到叔叔坟前祭拜祭拜 几人也是好心 带他上坟去 山脚下一个小坟包 立着墓碑 上面写着王甲之墓 王小五从吃饭的时候就琢磨 王甲没死 还拿棍子打我 坟里埋的谁呢 啊 各位啊 这个我们老家讲着落叶归根 我叔叔死在外边 不能做孤魂野鬼 现在我来了 我得把他接回去 我要开关起尸 张友德一听 哎呦 这个 这湖南人是个个都会赶尸啊 你是要把你叔赶回去吗 啊 张友德说不能开 千万别开 为什么呢 说不行 张友德是这个不吉利 回头把你吓出个好歹来 他这么一说 王小五翻心子 这里边有猫腻吧 死的人明明不是王甲 他们还拦着 不让开关 不行 我非开不可 到街上找俩人拿着搞铁锹 三下五下就把棺材挖出来了 周围百姓也看热闹 张友德他们也来 一瞧正要开关 张友德说大侄子 你想想吧 回头你叔要是怪你不安生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 王小五不信邪呀 你拦着我你心里有鬼 你有什么见不得光呢 得了 你这孩子我是为你好 啊 这个不领情就算了吧 王小五也不信呐 来吧 啊 可是又一琢磨 多少点含糊 毕竟是死人呢 壮壮胆子 拿铁锹 翘着棺材盖 卯足了劲 提 啪 棺材盖 硬生而起 人都死沙月 打热天子 那个味儿 顺着风就飘出来了 看热闹都 全吐了 王小五 伸着脑袋 往棺材里一看 这一看不要紧 三魂出窍 怎么呢 看见什么了 他看见棺子里 躺着一个无头尸 只有身子 没有脑袋 怎么没脑袋呢 王小五就问张伍德 你不是说我叔是病死的吗 什么病呢 我脑袋病没了呀 张伍德说 你看我不让你开关 你非得开关 是不是 回头你叔肯定给你托梦 让你帮着着脑袋 到底怎么回事呢 张伍德知道瞒不住了 就跟他实话实说 王甲 在野狼岭前后待了三年 人老是脾气好 也不招人烦 一来二去跟张伍德就熟了 张伍德是杀猪的 大伙都知道 过去村里杀猪了 哪一个个吃的 飙肥体壮 杀完猪 主人都把最肥的呀 吓死什么的 当仇谢 这玩意儿最长肉 三个月前张伍德干完活 约上几个小伙伴 拎着猪肠子猪肚子 找王甲 想喝两重 结果大白天敲不开门 里边反锁 说这这怎么回事 睡着了 不是 顺门缝一看 坏了 一股的血腥味 哎呦 王甲出事了 张伍德是杀猪的呀 一闻味就知道 不是猪血鸡血 找活人把门闯开了 就看见王甲 躺在地上 满地是血 别说没呼吸 脑子都没了 那说没看见脑子 怎么知道是王甲 第一是王甲的家 家里没人 第二死尸 穿着王甲的衣服 大伙都认识 张伍德说 赶紧报关 王甲被杀 有人说不行 不能报关 怎么呢 这一大堆老爷们 把人家踹开了 张伍德刚杀完猪 以身是血 哥谁不得寻思寻思 是不是你们干的 啊 就算县令是青天大老爷 关个一年半载的 终于查清楚了 可能那白白关几年 找谁说理啊 张伍德一寻思 也对 王甲一个人来的惯羊 没期没顾的 那干脆埋了吧 就当谁也不知道 别找麻烦 这三分证 给王甲立的坟 多巧 要不是王小五 凑巧听见说话 就没人知道 王甲是死是活 王小五是谁啊 活屁无赖 整天坑蒙拐骗 这么一说明白了 哦 他们以为死的是王甲 拦着我不让开关 怕惹祸 但是遇上我 你们认命吧 哟哟哭啊 王小如哭的 哭天抢地 死去过来 拉住张优德就不放 你杀了我叔叔 我要报关 张优德这个后悔啊 你这不没影的事吗 大侄子 只要不报关 怎么都行 我给你钱 古代呀 不是每个县令 都是青天大老爷 啊 你不管对错吧 反正 打几十板子 如何如何的 啊 王小五要的就是这个 死的是我叔叔 亲朋至爱 得加钱 啊 说吧 讨价还借 这样王小五 从张优德他们这儿 讹了五十两银子 五十两银子 相当于普通人 两三年的收入 王小五 动动嘴皮子 到手 按理说该知足了 但他不这么想 这才哪到哪啊 这点钱不够我一个月花的 我呀 得像王甲一样 干票大的 彻底解决以后 吃喝拉撒的问题 眼珠一转 让张优德写个字句 把事情来龙去脉 写清楚 签字画鸭 回永州 回来之后 第一件事找王甲 王甲一小伙 又回来了 又挨打吗 啊 王小五说 先别打我 今儿我来跟你说脑袋的事 你知我去哪了吗 野狼岭 王甲一机灵 你上那干嘛去了 王小五 掏出张优德的字句 你看看 王甲看半天 不认字 王小五就把遇见 张优德的事说了 王甲越听越害怕 脸都白了 王小五一瞧 有门 你看你是自己招啊 还是我去报官 官老爷要是见着字句 就没我这么好说话了 王甲心说 摊上他倒了没了 啊 那你说怎么办吧 那怎么办呢 啊 你跟我说实话吧 这一下儿 原原本本把事情就说了 三个月前 王甲在野狼岭呆着 看着窗户外边 瓢泼大雨 埋怨老天爷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我怎么能倒霉 我河东快五十年了 啊 是渡船的死绝了 还是老天爷把我忘了 什么时候我上河西 能逛过去 逛逛逛逛 有人敲门 王甲一看 是个年轻人 碧雨 像是个有钱的公子哥 啊 亦是华贵 气宇不凡 挺进来吧 啊 一聊天 年轻人说了 自个是永州人 叫王金富 在惯阳开商铺 来野狼岭 见一位姑娘 没见着 赶上下雨 就到王甲这儿 碧雨来了 王甲一听老乡 老乡见老乡 背后来一枪嘛 是吧 越聊越投机 我这没什么好招待的 凑合吃一口吧 烤个火 把湿衣服换一换 这儿搬来火盆里边烧了炭 这王金富脱衣上 解腰带 一个没拿住 咣当掉地上 这一响 整砸脚面上 王甲哀呦一声 一看什么呀 地上有根金条 这王金富这腰带就是行囊 他把盘缠装在这儿 古代人出门在外 讲究财不外露 就怕让人惦记 王金富看王甲 人老是又是老乡 就没多想 把腰带抖了抖了 吸了哗啦 去掉东西 王甲都傻了 他这腰带里边 前后抖了出三根金条 十五元宝 和十多件金首饰 王甲这辈子没见过 这么些钱呢 哎呦 我倒何惜了 小刀扎屁股 老天爷让我开眼 光开眼有什么用啊 钱再多是人家的 王金富就跟他说了 自己家世代经商 好些个地方都买嘛 这回来灌羊 把所有的瀑户都卖了 准备回老家永州 买方置地 过后半生 王金富说的是实话 但王甲这儿听着 不失私门 同样是人 你看个人家 珠光宝气 穿金带银 再看自个儿 现在混得这样 人比人家死了 货比货得扔 人的善恶 其实就是一面之间 在凶杀案的统计里边 激情杀人超过六成 就是临时起义的 事前没有规划 凶手在杀人之前 根本就没想到过 自己会杀人 都是各种原因 一时起了杀心 你像这个 盘金帘西门庆 害武的狼 属于是蓄意谋杀 实起凶杀案里 占不到两成 所以永远不要 高估了人性 这么多金银财宝 王甲做梦都不敢想啊 只要杀了王金富 全是我的 神不知鬼不觉 这是多大的诱惑 有人说 跟你无冤无仇 能下手吗 还呀 要都这么想 世上就没有坏人了 王甲都不这么想 你看看他年轻轻的人生赢家 比我年轻 他趁这么些钱 我连个媳妇都娶不上 凭什么呀 越想越来气 但是不敢直接翻脸 你再怎么说 王金富年轻力壮啊 所以王甲假不假事 借着吃饭 给王金富灌酒 左一杯又一杯 终于把他灌到桌子底下 眼看着王金富 醉得跟一滩泥似的 王甲这才抄起菜刀 剁下王金富的脑袋 扔到屋子后边毛坑里边 你说损不损 怕人发现 还搬了一块大石板盖上 回来之后脱下王金富的衣服 给自个儿捣吃 把破衣裳给王金富穿上 所以后来张永德 他们看见屋头尸体 都以为是王甲 他自个儿敲不敲回永州 当起了大老板 本以为两个地儿 隔了上百里 没人发现 结果没想到 王小五把事情败露 这要是一报官 还有他的好吗 王甲也知道 王小五不是白来 你说实话 你要什么 王小五说 就酒楼给我 这事我就烂在肚子里 不然的话 王甲心里明镜 这是被侄子勒索了 能有什么办法呢 自个儿的命 掐在人家手上 最后交出酒楼 卷铺给回乡去 又成了穷光蛋 仨月前什么样 现在还什么样 到河西走一圈 没落去 王小五得意啊 这么大的酒楼 颇天富贵 落了自己身上 想变穷都难 从此以后 不但摇身一变 成了酒楼的老板 又过起来吃喝嫖赌 没胸没臊的日子 王小五是个地痞无赖 这个玩意儿 你让他花钱行 你让他挣钱 那是想瞎了心 他哪懂得经营呢 没多久 野狼大酒楼 人去楼空 关门打击 有句话说得好啊 凭运气挣来了钱 早晚得凭本事赔出去 没了酒楼的收入 王小五的日子 就一下就退回原来了 甚至不原来 以前没那么扣 穷点穷点 吃菜饼的都行 他现在吃惯了好的 再给他牛肉棒骨 觉得不香 怎么办呢 他想再去找王甲 王甲多一个字 也拿不出来 找我谁呢 嗯 一琢磨不是还有张友德吗 字句在我这呢 就是把柄 这张友德也算是倒了没了 碰上这么一个不讲理的 说好了当时 给五十两银子两清 结果现在天天上门来要钱 你说给吧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他几个月的时间 就能把大酒楼弄出去 谁家也供不起的 你说不给吧 字句在手里边 张友德他们又不知道 王甲没死 你真闹得官府去 不死也残 这怎么办呢 干脆我躲吧 上山我躲他 王小五一来 张友德就不在 王小五也知道他躲了自己 中秋节这天 王小五就想把张友德堵在家里 结果张友德又出去了 说了也巧 张友德的二闺女 给邻村的地主啊 当丫鬟 中秋放假回家 闺女不值得爹不在家 哎 还行思呢 家里人呢 就这会儿王小五来了 王小五一不看 张友德这闺女漂亮啊 跟仙女下凡似的 姑娘多大呀 许配人家了吗 你看我怎么样啊 二闺女一瞧 这哪来的流氓啊 抢抢民宅啊 我得报官 王小五乐了 你爹欠我钱 我看这钱别给了 拿你当聘礼吧 家里没别人 闺女一个弱女子 哪逗得过一臭流氓呢 就这样 让他给糟糕了 王小五还得意呢 回头我就跟你爹提亲 以后你就是我的 这个闺女比较劣性 平白无故 受了这么大的屈辱 怎么做人呢 一气之下 悬梁自尽 出人命 这也是王小五啊 自个儿说的 欺负老实人 欺负惯了 以为没多了点事 张友德不敢 把自个儿怎么着 但村民不干呢 这小子三天两头来 刁难人 现在欺男罢女 村民们上来 一窝蜂 把王小五暴打一顿 当时报官 冠阳的县令姓蒋 叫蒋盛 有点舒呆的气 王小五在堂上 反咬一口 说张友德 火通他人 杀了自个儿 叔叔王甲 还为了堵自己的嘴 把二女儿 许骗给他 如今出了命案 就是张友德 逼迫女儿 和自己没关系 要不说 蒋县令 迂腐呢 见到字句 查看了乌头尸体 又检验出 张友德的女儿 确实是上吊自杀 跟王小五说了对 蒋县令 看着张友德 他们说给我打 打到招供为止 牙医们那就打呗 差点没被人打死 还好师爷 是个名士里的 让牙医们住手 说老爷 这里面有轻巧 县官说什么轻巧 师爷说 所有的事 都是因为乌头尸案 但是谁也不敢说 死的这人就是王甲 没人见过 都是猜测 县官说对 那你说死的是谁 谁也这气 我哪知道啊 说这个死的 不一定是王甲 王甲就有可能还活着 蒋县令恍然大悟对呀 上王甲的老家找去 结果到那儿 就把他找着了 王甲自从回乡下 日子过得比之前还苦 岁数大了 干不动 心里恨这侄子 但是没办法 直到这一天 灌阳县的牙医找来 王甲就等着呢 眼泪都下来了 怎么才来呀 我都要图案自首了 一无一时一交代 案情是真相大名 牙医们咬干了粪坑 找到了颅骨 就是王甲复的 你说惨不惨 无意中炫富 闹个身手易处 蒋县令又派人到永州 找到王甲复的亲属 得告诉他们人没了呀 结果又牵扯出一起冤案 三个多月前 王甲复不是去野狼岭吗 他是去找一个姑娘 王甲复跟这姑娘有一面之缘 回家后越想越忘不了人家 就要寻思着上门打听一下 如果姑娘没婚配 自个儿娶她 带她去永州 王甲复刚卖了所有的房产 大包小包呢 哎呀 车上是不好看 就让马夫把马车 停在镇上等着 自个儿一人进村 这一打听 这姑娘嫁人了 王甲复挺后悔没早来 说什么没用了 就往回走 结果途中遇上大雨 去王甲他们那儿备雨 后来不就杀了吗 这个马夫啊 在镇上等着王金复 左等右等不来 他也累一天了 趁着下雨 小酒馆喝两杯解伐 一觉睡了第二天 等马夫再进村去扫听 村民说王金复走了 哎呦 马夫有点害怕 出事了吧 又一想啊 少爷是不是嫌我来晚了 生气了 带着姑娘回永州了 嗯 马夫呢 一路奔波 赶回永州王家 跟老爷夫人复命 结果王金复没回来 王家金山金山 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就把马夫告上了衙门 说他害死王金复 马夫这是跳进黄河 喜不清啊 严刑拷打 直到蒋县令的行文 发到永州府 王家人才知道 王金复是王假杀的 可惜马夫已经病死在狱中 到死都没能证明 自个人的清白 最终 王甲 贪财害命 手段残忍 啊 斩首 王小五 敲诈勒索 又遭到人家女儿 闹出人命 也斩立绝 张友德 他们几人发现命案不报 纵容恶人 每人打石板子 永州府给马夫平了反 几个月后 王甲 王小五 输职 双双 斩首失重 这个案子发生在冠阳 又叫冠阳奇案 王小五一个无赖 搅动两地官府 前后五条人命 曾经轰动一时 案件的起因并不复杂 就是因为贪心 王甲也好 王小五也好 如果不是利欲熏心 也不至于害人害己 老头来 两手空空 还背负勇士的骂名 道理呀 很多人都懂 真做起来不容易 老话说得好 莫以恶小而为之 物以善小而不为 须知人在做 天在看 善恶到头 终有报 人间正当 是沧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